農民为了要驱逐偷吃稻米的麻雀现在是有新招了 在云林土库水牛安养中心 他们为了要筹措营运的经费 是自重稻米来分售 不过这种负责人很困扰的是 有很多麻雀会常常跑来偷吃稻米 他们曾经放鞭炮还有绑稻草人驱赶 但是效果都很有限 最后是突发奇想把朋友送给他的15台念佛机 注装在田边24小时播放 而麻雀听到这念佛机 误以为田里是真的有人不太敢靠近 成为另类的驱鸟神器 到田里怎么长出一朵朵粉色莲花 而这其实是太阳能念佛机 却已成为农民眼中另类驱鸟神器 田里不断传出的念佛声 就是赶跑麻雀的秘密武器 原来云林土库水牛安养中心负责人 目前饲养三头水牛 为了筹筹照顾经费 自重稻米费寿 而目前正值二期稻座生长期 却常有麻雀飞来 偷吃稻座一度让他相当困扰 最后他突发奇想将日前朋友送他的十五台太阳能念佛机装在田边二十四小时播放 没想到麻雀听见念佛声误以为田里有人 还真的不太敢飞来偷吃意外见效 念佛机驱鸟让农民出乎意外 也希望麻雀别来偷吃 让辛苦种植的豆米能有好凶成 解放中诚云林报道